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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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今天為各位所介紹的是 故偉GDS3000系列 與安爵人DSO5000系列的比較 那今天展示的機器是 GDS3354與安爵人DSO5054的比較 那首先呢,我們在通道1 都已經接到一個BUS 過程 我們把兩台機梯的通道1都打開 那這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故偉利用它的快速的 過程解取率 跟這個BPO的技術 我們在步行的部分有 比較多層次的展示 我們在透過這個Display的 然後Intensity部分 我們來調整它 比如說我們把它的強度調到 40%的時候 可以看到波形有明顯的強弱的 分布的變化 那在安爵人的部分呢 它當然也可以調整它的Intensity 可是在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波形的 顯示幾乎都是一致的 所以 故偉GDS3000與 安爵人DSO5000A波形顯示技術 相比也不遑多讓 那另外的部分呢 我們在 呃... 顯示的部分 也可以選擇一個Color Mode的部分 那Color Mode部分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顏色的 那 以紅色的話 就是它的波形出現的 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部分 也很清楚的可以判斷 是偶發波形 跟實際波形 或是你測試一個視頻訊號 的部分這樣子 另外我們在量測的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添加量測的部分 可以很快速的去選擇 總共有八組的量測下面 那在安全的部分呢 它在最多 呃...在單一個畫面 最多也可以顯示 只有四個量測下面 那另外的部分 我們可以選擇量測的範圍 在Gating的部分 可以選擇 做螢幕上的量測 或是做褐色間的量測 所以這是非常方便的 OK 另外我們可以把你量測 這個項目全部都展開 這個也是 這個安全人所沒有的 OK 所以我們在量測 的功能 是更方便更便利性的 對付感規範的功能 接下來相對安九人的DSO 5000系列 那... 顧為的GDS 3000系列 我們有一個... 全新的分割畫面的功能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當你在有許多通道一起要觀測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分過畫面的時候 就像可能有一個畫面上會有重疊的一個現象 那當我們利用GDS 3000系列一個分過畫面的話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各畫面的一個實際的展現的狀況 那另外的話我每一個畫面的一個 那個impedance的輸入阻礦的部分都可以獨立的做設定 那在兩側的部分我們也可以獨立的做添加 那這部分是安全DSO 5000系列沒有辦法做到的 接下來呢 GDS 3000有一個新的一個功能 是所謂的Auto Range功能 那在Auto Range功能啟動下呢 我們可以在量測不同的訊號 它都會調整到一個非常適合觀測的一個 顯示狀態 譬如說我現在是啟動Auto Range 那我現在是給一個標準方波 那當我換到一個FM的訊號之後呢 它會自動調整到一個非常適合觀測的一個波形 那我再把它調整回來 它會調整到一個非常適合觀測的一個畫面的一個狀況 這也是說你在調整在測試不同的訊號 透過這個Auto Range的話 可以節省你許多測試上的保衛時間